近日,肖战因一句话而被网友们发现了他不一般的浪漫 这句话戳中了许多人的心 肖战作为当下备受瞩目的年轻演员 以其出色的演技和阳光的形象一直备受粉丝的喜爱 然而,最近他的一句话却让粉丝们更加感动和惊艳 在一次线上直播中,肖战与粉丝们互动时 有一位粉丝问道 在生活中,肖战觉得最幸福的是什么? 肖战微笑着回答道 最幸福的事情就是 我能做到对每个我重要的人 从始至终都不打折扣这句话简单明了 但却真实而感人 他不仅反映了肖战对生活的态度 更凸显了他身上的浪漫情怀 在这个善变的世界里 人们很容易忽视身边的重要人物 甚至对他们的付出掉以轻心 而肖战却以他的言行告诉我们 他不会对重要的人有任何保留 始终真诚相待 这种对待重要人物的态度 让人感受到了肖战身上的温暖和爱 无论是家人、朋友还是粉丝 他都不会因个人利益而对待他们有所偏袒或忽视 这种坚持让人敬佩 感动不仅仅是源自于一句话 他更来自于肖战一直以来的行动 他通过各种方式向身边的人表达着自己的情感 透过微博、直播、综艺节目等平台 肖战总是用真诚的态度与粉丝们分享自己的喜怒哀乐 与大家一同成长 肖战的浪漫不仅表现在言辞之间 更常常通过行动表达出来 他一直积极参与各种慈善活动 为需要帮助的人们伸出援助之手 在他的努力下 很多慈善项目得到了更多关注和帮助 改变了更多人的生活 肖战的浪漫不止于个人 也传递给了他的粉丝 在他的影响下 很多粉丝们也开始关注身边的人 学会珍惜重要的人物 用真心对待身边的每一个人 这种正能量的传递 让人们感到温暖和感动 肖战不一般的浪漫 不仅仅是源自于他的出色演技和阳光形象 更来自于他对待重要人物的真诚态度和积极行动 他一句话戳中了人们的心 让人们感受到了爱与温暖 愿我们都能学习肖战的浪漫 用真心与重要的人们相处 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